民進黨的規則一旦定出來 他們就會按照規則走 規則走完了以後 最後的是誰脫穎而出的時候 民進黨內部就團結 那麼就是支持他 就開始走下去 所以他們不會再去 進行所謂的橋 這個跟國民黨是不一樣的 時間也不會延後 他們就會按照他們的時間 表定跟規則一直走下去 照現在這個表定規則走下去 不就是賴清德出現了嗎 不一定 我為什麼會強調不一定 第一個就是 蔡英文一定會零表 是因為蔡英文 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那麼跟美國的主流的媒體 在空軍一號那邊宣布 他要競選下一任的總統 所以以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麼對於美國的媒體 做這麼大的宣布 最後你說蔡英文不再去零表 這個是有損國家的尊嚴 也有損他自己的尊嚴 我覺得這個部分 蔡英文一定會去零表 那賴清德也一定會去零表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在這一次 如果這個段儀康所說的是真的 那賴清德很明顯的 並不是在新潮流系內 他們本身彼此是先有一番討論 那麼也就是由新潮流系內 做成一個共同的決議 推出賴清德代表他們的系 他們的這個新潮流系 來去跟蔡英文繳住 很明顯不是 所以他等於是在這個 新潮流系的體制之外 他自己宣布出來 因此賴清德跟新潮流系 之間的問題他們還有待解決 所以陳舉也好 陳舉也好 或者是鄭文燦也好 段宜康也好 他們新潮流系內部裡面 怎麼樣去選擇 對於新潮流系最有利的 最有利的 其實新潮流系最有利的 以新潮流系過去的傳統 他們是獲得實質上的位置 跟利益是對他們最有利 而並不是他們的人 出來選這個總統 對他們最有利 所以新潮流系會不會到時候 支持賴清德 不一定 我再強調 賴清德並不是先經過 新潮流系內部的共同的討論 整合出意見以後出來 而是他在系外來選出來 要整個新潮流系 服從於他的意志 我覺得賴清德的地位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陳舉的影響力是在的 陳舉是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如果沒有新潮流系 支持下的賴清德 最後他有沒有可能慢慢的 跟新潮流系那麼保持一個距離 甚至淡出 我覺得這個是不能排除 第三個原因在哪裡 民調 因為他們在4月10號 跟4月10號就要進行民調 柯文哲也沒有表態要參選 國民黨也還沒有八字門一撇 所以這種對比式的民調 只能是假設性的對比式民調 那麼假設性的對比式民調 他們內部裡面要講清楚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未來的 一個爭論的一個地方 國民黨的民調的方式是怎麼做 是做蔡英文跟賴清德 誰的支持度高 他們上次做對比式 對手要選誰 對 所以沒有對手的情形下的時候 這對比式民調沒辦法做 那麼是不是用互比式民調 互比式民調的話 我們現在很明顯的看出來 因為他是全民調 我們再強調他是全民調 賴清德已經強化他的獨派色彩 第一個 第二個他強化他要特色陳水扁 這個部分裡面對於深綠的 對扁迷來說的話 是有鞏固的作用 但是對於年輕人來講 不見得同意 台灣的年輕人不見得同意 這個你我會支持你 你賴清德支持特色這個陳水扁 一個貪腐的一個總統 你要特色他 台灣的年輕人不見得會把票 會在民調上反映出他支持賴清德 但是很明顯的賴清德 已經要跟蔡英文做一些區隔 使他在互比式的民調中 能不能贏蔡英文 但是我覺得當賴清德 強調他的獨派色彩 強調他對於貪腐的 阿扁的支持色彩 在全民調裡面 會不會擊敗蔡英文 在過去他是贏蔡英文 但是當他凸顯他的特色 要擊敗蔡英文 我覺得這個中間這一個月內 是會有一些變化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他們的民調的一個規則的出來 到最後賴清德 是否就會按照過去的民調 都領先於蔡英文 而最終的民調 還會繼續領先蔡英文 我這個部分我就比較保留了 賴清德今天在領表登記的時候 講一些什麼統獨特色 其實是非常的偏激 圍著跟大家講說 太統跟太獨 或是極統跟極度的候選人 我是比較不看好 就算賴清德能夠贏得初選 他也不可能這樣贏得大選 我的看法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賴清德 他要去塑造他參選的正當性 他要講基層的焦慮期待等等 但是賴清德真的比 蔡英文總統好嗎 這個要問謝龍介 但是我從賴清德 在台南的神話變成笑話 他在行政院長一年多的表現 可見他在台南是被告估了 我的看法是怎樣 最後這個剛剛王鴻威 學妹一直提到說 如果民調沒有做假 他講了兩次 如果民調沒有做假 這就是呼應剛剛賴老師講 會不會出現2012年的蔡瑪瑪 因為那時候是要挑戰 馬總統連任 蔡英文跟蘇貞昌 許信良蔡瑪瑪事件 如果說有人會灌票給蔡英文 因為顯然蔡英文比較弱 比目前的名牌蔡英文 灌票給蔡英文 賴清德不是慘了 所以我對賴清德是不是要參選到底 我很保留 我補充一句 我覺得蔡總統在醫院 留不住賴清德的時候 他應該就有想到今天的可能性 所以他要跟CNN說我要選 所以他要把整個初選的 當然也不是他 現在他不是黨主席 可是這個事 就是要逼著賴清德 你最好把這個想法跟可能性交到最低 不過賴清德他既然決定 要立刻的去領表並且登記 表示他已經是有備而來 而且他絕對要去了 今天的談話當中 賴清德是直接點名韓國瑜 我希望跟你一戰君子之爭 雖然韓國瑜他現在 目前狀態未明 四月底以前 柯文哲跟韓國瑜還不知道 我相信會做 民進黨就直接跟你做 當民調能量當中 有韓國瑜的時候 國民黨要講說 因為我要讓蔡英文更強 這個可能性就會降低 因為我看到韓國瑜 我就選韓國瑜 所以就會比較精準 我相信柯平跟韓國瑜 應該會進到民進黨內的 民調選項當中 然後互比的結果 賴清德遠遠強於蔡英文 最後就是賴清德出來 當然有一種情況我剛剛講的 蔡英文為了自救 他會不會有很多 更激烈的動作 譬如說剛剛輝文哥講的 難道涉貶是現在社會的共識嗎 可是至少是有一群人 是因為這樣而治賴清德 他不會變化 他很清楚自己的市場定位 這是我覺得他其實也滿恐怖 滿可怕 滿厲害的地方一點 我的市場定位就是這個 就是毒 而且就是台灣 中國一變一國 就是台灣不要變成香港 台灣不要變成西藏 所以這將會是使得 2020的總統大選 我也看到他可以出現 我剛剛已經講了 變成是台灣跟中國大陸的未來 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路線之爭 韓國瑜講的是兩岸要 在九二共識的情況之下 來互相恢復原來的生活的互動 跟大家能夠經濟生活改善 但是賴清德直接告訴你了 這一次的選舉就是決定 台灣跟中國大陸以後就是要分開 還是要往和平的方向走 所以這會是一個提前的 台灣的統獨問題的一個表決戰 這個表決戰 他可能支持他的人 不會只有十幾二十趴 當他的對立激到最高的時候 甚至連柯文哲 他出現的機率會不會因此而被排擠 柯文哲最後是選擇沒有出來 那就是藍綠對決 賴清德可能不會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弱 最後一點 所以會贏嗎 我覺得以現在的整個態勢來看的話 連勝率的兩個選區都被逼到 已經那麼接近了 要贏很難 所以他定位很清楚 我也沒有說我出來我就贏了 可是我可以讓民進黨不滅亡 所以就這個理由 我覺得他會得到民進黨內的支持 他會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小聲 非常進行 導遊 紅 銀杏